简单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的验证的话,你现在要去做一些请求,做一些删除操作,比如说你现在看一下第22个用户是吧,你删除的时候他是不是有一个验证,就是你当前没有登录的话能进行删除吗? 你现在我没有登录是吧,没有登录,现在我要删除他,我确定删除,那么这里面呢,他现在是不是也删掉了,他也删掉了啊,删掉的话那就不靠谱了是吧,不靠谱了啊,这里面你来看看不靠谱的话,我们应该让我们的方法更安全一点,那这时候呢他要求我们可以干啥啊,这里面有一个中文的啊,你可以看看中文的,跟这个英文的基本上很类似, 就是说你在没有,你在最开始啊,我们现在的VIO接口是没有认证的,没有认证的话呢,那肯定是不安全的,对吧,肯定是不安全的,那怎么让我去,让我的这个函数,让我的仕途是他需要认证才行呢,要设置一个身份认证才可以,怎么做? 这个时候呢,他告诉你这个方法里面有这个,这个什么,all this,all authentication,对吧,all authentication,all authentication里面有一个,这个sension的这个认证和basic认证,那这里面我们是不是要自己要配上去啊,是吧, 他默认的话,在我们这个,在我们的这个笔记当中,我把这个默认的这个呢,给给人家加进来了,这一个是basic的,一个是sension的,就是基于sension的这种绘画方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基本的授权,all authentication,这种方式去做的,我们来看一下,那对于我们自己的VIO来讲的话,我们可以指定两个属性,哪两个属性呢? 第一个,all authentication,classes,这个应该我们可以把这个授权加进来,这是一种方式,那么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配置文件里面去加它,第二种是这个权限,我们当前这个视图他需要去验证你当前是否已经授权,是否已经授权的话,我们把这个给他加上来,你可以试上去,这个这里面就是要要求我们当前所有的请求方法,所有的请求是必须要有这个权限的,没有这个权限是不行的, 啊,没有这个权限是不行的,那么加了这个权限以后,他就告诉我们,呃,你的方法里面是,是request当中会有一个叫做用户的一个对象,这个用户对象是什么对象呢? 它是jango,contribble的awson的,这个contribble,contribble的awson的这个视图权用户模型,就是我们现在呢,是要用后台的那个管理员,你才能够去,去什么,去管理我们的数据,所以这时候他是有,有这种什么,有这种权限,那么这种权限你需要往里面是加的,那么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种方式啊,还有一种方式,用装饰器的方式,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那么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个权限给他加上来,他是,你要在你的自己的这个vill里面,我们可以去加上他这个权限,所以我们这里面是,呃, 默认情况下啊,默认情况下是什么,默认情况下,我们的这个apmview,我们的apmview中的相关的,什么,接口方法,我们的相关的接口方法,是什么,是不去验证,是吧,不验证我们这个权限的,啊,不认证我们的权限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权限其实我们就要授权,是吧, 应该就要授权,那么这样对我们的资源来讲的话,是吧,对资源来说应该是不是特别安全,是吧,不是很安全,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去让我们的,呃,我们可以是吧,通过以下的方式,是吧,可以通过这个以下的方式,来增加我们的这个验证,啊,增加我们的这个验证,那么怎么做呢,这个里面呢,你把这个,把这个, 这个方式,你给它copy过来,一会我们来去用下它,啊,这个不是这个啊,应该是哪一个,应该是,我们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做,是吧,用这种方式来做,好,这种方式的话,我们来看看, Authentication classes,然后它里面有这几个,那这两个方式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设置呢,我们来看看啊, 我们现在把它加进来,那么我们把它加进来以后,放到哪里去,我们现在先放在这个sentence里面,就也就是说,我们要去配谁啊,我们这个里面还没有配过这些东西呢,是吧,那么它里面有哪些配置呢,我们来看看啊, 来,这个里面,它有哪些配置,有rest,这个framework,是吧,framework的这个配置啊,framework的配置,那我们来看看,它的配置有哪些, 这是我们最普通的授权类,把它呢,稍微加进来,加进来以后,我们这个所有的接口里面,应该是不是都,都要去验证它了,是吧,都要验证了,啊,都要验证了, 那么我们现在把它加进来之后,我们看看它会不会再验证了,然后再加一个什么权限啊,我们在我们的视图函数当中,我把这个先关了,对吧, 把先关了,在我们的视图函数当中,我们找一下我们的视图函数, 打开我们的这个API的,在这块,这里面呢,我们在这个里面呢,你要加一个什么,我们有一个,它里面有一个属性,这里面你可以不用指定了,是吧, 是不可以不用指定了,我们这里面有好几个呢,是吧,是不好几个,就是,就是跟我们的settings配置是一样的,这块我们可以不用加, 还有一个什么,是个权限,权限的话,它是叫什么,叫permissions,permissionsclasses, 这里面呢,我们给它设定一个叫做什么,从哪个导包呢,我们把那个包导一下, 它是我们的哪个包啊,rest framework,permissions,然后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叫, is,呃,它里面有一个社会授权,是吧,是不是有一个社会授权啊,就是当前社会授权, 社会授权的话,我们登录里面它就有授权了啊,这里面,请求头里面是有相应的属性的啊,相应的属性的, 这授权的方式,它是不是有两种是吧,是不是,授权的类,它是不是有几种啊,有两种, 是这个,哪种都可以,哪种都可以,所以这里面呢,你看,我们现在把授权的类, 这里面是要做验证,你要做这个获取授权信息的啊, 然后我们现在看着它是否已经授权,我们把这个给它加进来, 它这个类是,是不是都是原主啊,在这里面我们注意看看啊, 它这里面,呃,都是原主的写法啊,都是原主的写法,呃,在这一块,都是原主的写法, 所以呢,它的授权类是什么,然后我们表示以是否已授权, 我们打开它,然后在这里面配置一下它,叫Az,嗯,Authenticated,是吧, Authenticated,表示是否已经授权,我们这里面必须要授权才能去执行, 那么授权才能执行的方法,那么对于我们的get来讲的话,它要不要授权, 对吧,对我们get来讲的话,要不要授权, 所以,所以呢,这个里面呢,应该,应该怎么做啊, 就是我们get,我们现在把它配上去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啊, 它现在是不是还启动了呢,是吧,我们现在来查询一下它, 我们来去干什么,获取,你看,它是不是让我们登录了, 是不是啊,让我们登录了,看到了吧, 它让我们登录了,就是你现在没有权限,没有权限, 所以呢,它是给你从这个什么,给你获取的是401, 你当前的这个身份认证啊,未提供,未提供啊, 这个信息没提供,它里面有一个什么呀, 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3W点, 3W-authenticated,是吧,这里面你的当前网页的它的授权认证的属性是啥, 默认的是basic,是吧,基本的real API,就是real的M这个API, 这是basic authentication那个类,它给我们生成的这个头, 生成的响应头, 那现在我们没有授权,是吧,没有授权, 我们把这个类啊,把它放到哪里去比较合适呢, 我们把这个类放在self,放到这里面去,可以不, 我们可以放到这里面去不, 我们看看,如果我们放到这里面去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获取它的参数的时候, 这就能获取到了,对吧, 是不是能获取到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去获取21, 我们看看,21是不是还在,是吧, 21还在,啊,这里面是,不能不能在里面写, 我们应该在外面去添加一个, API里面添加一个, 我添加一个啊,我添加一个, 添加一个往下走, 然后这里面呢,我们加一个name, 冒号,然后呢, 加一个什么样, 你随便写一个, 这个千锋1900,是吧, 这里面随便写一个, 然后这里面呢,写一个point, 然后我们写一个2200, 随便写,啊,随便写一个, 我们看看, 现在我们开始提交,是吧, 提交里面它是不是有个授权的, 那个,有一个授权的那个验证类了, 我们点一下它, 哎,它这个是不是也加进去了, 这种加,这种加进来是, 就是你的验证权限在这块, 是不是无效的是吧, 是无效的, 所以你,你必须要给它放哪里去啊, 放到上面来, 是不是啊, 你必须要给它放到上面来, 这里面你稍微注意一下啊, 我们的权限的这个类, 你必须要放到上面来,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指定我们自己的, 注意啊, 我们可以去指定, 指定我们自己的这个, 这个类型, 怎么指定呢, 这里面啊, 其实我们还可以, 因为我们要给前端去用啊, 我要给前端用的话, 我是不是要去做一些登录接口是吧, 登录接口的话呢, 我们应该怎么做登录, 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啊, 我们现在呢, 来去看它的这个授权的那个类是什么, 授权类的话呢, 我们, 我们可以在外部去加, 我们这里面都给它加进来是吧, 我们在外部去加一个授权类, 授权类我们可以怎么去定义它, 来我们来简单的来看一下啊, 在在我们的文档当中,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案, 什么方案呢, 那么我们提供的方案, 它有很多种啊, 这里面先不看, 但是我们是验证了是吧, 验证我们刚才看了, 呃, 这里面验证的话, 它告诉你现在它有一个, 这个这个什么, 就请求投和响应投是吧, 如果你没有权限的话, 它会给你想成是吧, 这个比如说我们的, 呃, 你有认证是吧, 你有认证, 有认证啊, 但是有时候你没有权限, 有时候没有什么权限,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现在认证和权限, 它其实是我们后台管理当中要加的, 好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啊, 现在我们在看什么呀, 有一个API的这个参考,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些类啊, 你看它里面的这个名称, 响应的名称是未授权的话, 我们刚才其实在这块呢, 我们看到它出现了, 对吧, 我们取消一下它的时候呢, 它又变成了这样的是未授权的这种状态, 它里面的内容值是这个响应投的内容, 它给我们反复的是响应投是不是, 反复的响应投, 然后内容是detail, 那么表示是我们身份未认证,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 我们可以自己去干什么, 如果你在生产生产中使用了我们的, 就是生产环境中是吧, 使用了我们的basic, 那么你必须要确保你的API, 在什么地方去使用呢, 在https当中去使用它, 是吧, 你应该还能确保你的API的客户端, 始终是在登录的时候, 重新请求用户密码, 这里面就是说我们现在, 你得有用户和密码来去登录, 是这个是吧, 而且呢, 而且呢我们的这个, 这个API的端口啊, 它始终是在登录的时候, 是吧, 就登录的时候, 我们现在再重新请求你的用户密码了, 那平时其他地方呢, 我们都属于这个藏链接, 它是属于session这个范围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注意, 它是这个, 它之前是应该是吗, 这里面它要确保你的API, 在终端呢, 始终在登录的时候, 重新去干啥, 就在登录的时候, 重新去请求用户名和密码, 并且不会将这些信息呢, 存到你的持续化数据库里面去, 那这种情况下, 它是不会存的, 是吧, 就它没有存储, 它没有存储能力, 是吧, 它是临时的, 每次登录的时候呢, 一会儿, 或者我们在每次使用你的接口, 进行授权的时候, 你必须得有用户名和密码, 不然的话呢, 这个里面就是没办法授权, 没办法, 就是你本次授权, 下次我们还需要登录, 还要登录,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里面, 我们现在先登录一下, 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 是什么情况, 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一块, 写上, 写上IDMI, 然后IDMI123, 然后我们登录一下, 好, 登录以后是不是就OK了呢, 就查出来了是吧, 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查出来了, 就查出来了, 然后登录的已经信息也出来了, 这个里面弹出的是它的系统的那个授权登录的, 授权登录的啊, 就是它授权登录的, 那么对于我们API来讲的话, 我们要去, 要去读它的话呢, 我们要去使用它, 要别的应用来使用我们的接口, 那这些关系应该怎么写, 这是我们属于前端的这个接口了啊, 它的登录不可能弹出对话方式登录是吧, 所以你要给它做好登录接口, 这个登录接口的话呢, 你稍微注意一下, 我在这里面呢, 在这块我加了一个Jungle认证和权限的一个管理, 你们这个明天我们补课, 所以晚上你可以抽时间可以看一下, 那么我们要去做这个用户创建的话, 我们在后台已经添加了, 是吧,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的管理权限, 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你的这个信息, 我们可以把这个给它靠过来, 然后呢, 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信息, 这里面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进到Admin里面去, 然后我们现在超级用户先登录上去, 这是超级用户啊, 超级用户, 你们普通用户进去的时候是看不到我的这个用户信息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里面有什么修改密码, 什么站点管理,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 还有什么啊, 还有我们的用户和主的那种概念是吧, 主的话现在没有主是吧, 我们可以给用户添加主, 然后给主设权限, 用户就有权限了, 还有这个用户呢, 它也有几个, 这里面呢, 目前有三个用户是吧, 三个用户, 然后其中有一个Q用户呢, 它这个职员状态是不是职员, 就是Easy Staff是吧, 是False, 是False, 好, 这里面你可以给这几个用户可以干啥呀, 你可以给这用户呢, 去添加一些权限, 那么点用户的时候, 它是有权限信息的, 权限信息在哪里呢, 它在你的下方, 它在你的下方, 你看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权限信息, 就你找接口, 它里面是有相关的一些接口的, 你看你有没有什么权限, 我们给它加上权限就可以了, 这里面就是, 这是权限的名称啊, 这是权限的名称, 你可以去新加一个权限, 这是我们的OA的, 就是后台的用户管理员的, 它的一些相关信息, 最关键的是什么, 最关键它是用户名和密码, username和password, 还有这两个属性, 所以我们, 你要写登录的时候, 你要写授权登录的时候, 一定是后台的用户, 跟你的以前的消费者登录的用户不一样了, 明白是吧, 因为我们属于这种接口的这个层次, 属于你的软件跟我软件的这个交互层次, 所以是吧, 你的APP跟我的这个后台APP进行交互的, 它不是普通用户了, 这里面你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呢, 这个除非你做OA管理, 我们要用这个授权, 你要是普通的这个前面的一些资源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 因为你查的是谁, 查的是你自己客户的信息是吧, 所以我们自己去做这种token, 自己做token, 好了, 这里面呢, 我们你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就是我们自己要做登录的话怎么做, 你看啊, 简单说一下, 首先呢, 你要去认证你当前用户, 我们可以把这个函数导进来, 然后呢, 你写一个接口, 接收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你拿到用户密码之后, 我们去来进行这个什么, 验证你的授权, 这个里面授权, 看看授权是不是我们是否可以登录的是吧, 但这里面它不检查你的这个AIDS, Active的这个涉活激活的这种状态, 这里面呢, 我们不用管它, 然后接下来我们拿到用户以后, 我们干什么, 用户信息是否授权用户信息是不是也有了, 授权用户信息有了以后,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去导这个授权的also里面的这个also, 是吧, also, 这个里面有个logan, 然后logan里面呢, 有个请求对象和用户对象, 我们就是你确定你当前有这个用户,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干什么事情, 做一些像你的其他事情, 好, 这里面我们拿用户以后, 用户是否不为空是吧, 不为空我们判断它是否激活, 这个里面我们暂时先封管它, 我们就判断当天这个什么, 就开始登录, 登录成功以后, 这里面就登录就获取成功了, 成功以后我们用户就可以什么, 去使用它, 去使用它, 这里面我们直接是登录的, 这个是登录的话呢, 是后台登录, 就跟我们刚才那个登录是一样的, 就是你现在不是没有登录吗, 弹出对话框让你登录, 这种情况下呢, 不太适合我们后台的前端的那个接口使用, 这里面我们先了解一下, 先了解一下, 这属于我们的页面登录, 属于页面登录, 好了, 这里面呢, 你简单了解一下, 那么我们的授权用户, 我们授权用户是这个user, 我们要想办法去做验证,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user进行查询, 我们自己将进行felt, 是不是就可以了, 我们不要去使用这个login, 这点呢, 你稍微注意一下, 这是属于我们页面的登录, 就跟我们刚才弹出那个对话框是一样的, 是吧, 他就来发起登录操作, 如果说你不登录的话, 他就给你返回401, 是不是啊, 等等相关一些操作, 好, 这里面呢, 你自己去看一下, 但是他这个模型用的是谁模型啊, 是我们的这个authent的模型当中的user, 这个user模型, 系统模型啊, 系统用户, 系统用户啊, 这里面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行了, 这里面呢, 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的认证权限, 这个认证权限的话呢, 我们一般我们会使用token的这个授权, 叫token这个什么authentication, 我们一般用它, 那么用这个方案, 我们来看看这个方案, 我们重点看这个方案, 重点看这个方案, 那么此方案呢, 我们使用起来呢, 基于token的, 他的http认证方案呢, 那么token认证的, 它适合我们的客户端, 就是手机pp开发到服务的一些设置, 好了, 这里面呢, 我们来看看他怎么使用, 我们使用这个方案的时候, 需要配置你的认证类, 是吧, 来包含我们的什么呀, 我们的tokenauthentication, 这里面在什么地方加, 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加, 对吧, 这个里面你注意一下, 它在什么地方加呢, 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类给它找出来, 这个类给它找出来, 我们要在什么里给它配上去啊, 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里面给它配上来, 试一下, 是不是在这里面配上来, 你要在这里面给它配上去, 我们也可以在settings里面配一下, 好, 这里面呢, 我们来看看, 我们把这个类给它导进来, 导这个类的话呢, 它是从Rest Framework的authentication, 这个好长是吧, 但是这个写起来的话, 其实也不难, 因为它这个单词叫授权的信息啊, 授权信息, 叫tokenauthentication, 这个是名词是吧, 授权这个认证是个名词啊, 是个名词, 你把它加进来, 你把它加进来, 加进来之后, 我们再来去, 把我们刚才的什么呀, 这个接口啊, 把我们接口, 我们把它退出来, 这个退出在这块是吧, 是不是退出来了, 我们再去发起请求, 我们再去发起请求, 你发现, 它这个响应头就变了, 响应头就变了, 想想变成啥了, token了是吧, 变成token了啊, 变成token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 把这一块呢, 再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不对, 把它打开, 那么下面我们接着来往下看啊, 这个里面我们需要, 需要在你的安装应用里面呢, 把它的这个rest framework的authent, 这个authent的token呢, 给它配到我们的安装应用里面去, 为什么呢, 因为它要确保你迁移的时候, 把这个表, 这个给它迁移过去, 这里面它可以作为一个app, 去提交的时候, 我们使用, 因为后面的话, 我们还需要为你的用户, 去创建令牌, 为我们的用户创建令牌, 也就是说, 我们的用户需要干啥呀, 需要加一个令牌信息, 所以是吧, 加个令牌信息, 那么给我们的用户加令牌信息的话, 该怎么加呢, 大家注意啊, 给我们的用户加令牌信息怎么加, 这里面实际上是给谁说的, 它是给用户的token去说的, 这里面你稍微注意一下, 它是实际上是给谁用的, 给我们的, 你这里面你需要去给你的模型, 去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token, 这个加token的话呢, 你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要生成token的话, 怎么生成, 它跟我们的用户的op这个字, 它得创建, 然后加上你token跟用户要建立一个关系, 是吧, 是吧, 建立一个关系啊, 就我们给每个用户要加一个什么, 我们要给每个用户要加一个token, 但是这个里面呢, 我们, 其实我们可以临时的去做, 我们给他什么, 登录的时候给他加, 是不是就可以了, 登录的时候给他加一个token啊, 加一个token, 好, 这是我们的token的验证啊,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 我们现在把这块呢, 给他先, 先把这块先给他加进来啊, 先给他加进来, 这是, 这是他自己的, 但是我们自己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呢, 我们不用他的这个token呢, 也可以啊, 我们把它先复制一下啊, 我们先给他加到哪里去啊, 你自己先加一下, 加到我们的设置的里面, 打开他, 呃, 在啥地方, 在安装应用里面, 是吧, 这个, 这个呢, 啊, 行的, 我们就在这块加上他就可以了, 这个你要稍微的了解一下, 你要看他的原码啊, 你要自己能不能写出来是吧, 把它给加一个,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给他加上来之后, 把它加上来之后啊, 这个Authent Token加进来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 呃, 告诉你当前是没有前移是吧, 我们给他迁移一下, 怎么迁移呢, 这个Python Manager, Migrate, 直接迁移就可以了, 这迁移的话, 他, 他里面会创建一些, 呃, 模型的数据, 也就是说他里面有一个什么, 叫Token模型, 确实是吧, 有个Token模型, 啊, 这里面呢, 你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把它先给他加进来, 加进来以后, 啊, 加进来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继续我们就用它, 然后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导模型, 给他配一个用户的什么样, 我们给他来做一个, 我们现在重新导包, 重新导包的话呢, 我们现在是不是把我们的, 这个系统用户的那个对象拿出来啊, 是这个是吧, 系统对象是, 是什么呀, 就是后台站点的用户啊, edmy的一个用户, 是什么呀, 是jango, contribal, owsing的modus, 然后里面是不是有一个优的, 把这个模型是不是加进来, 然后还有一个是啥, 还有就是那个授权啊, 还是那个token那个模型, 是吧, 那么这里面叫restframework, 里面是不是有一个, also token是吧, also token, 里面是不是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model是吧, 哎,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model, 是吧, model里面有一个token, 有个token, 那么我们现在要给一个用户干啥啊, 我们现在, 就是我们正常写接口登录的时候, 应该怎么登录啊, 他应该怎么登录, 他应该是这么登录啊, 就是你登录的时候给他生成token,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不是啊, 你登录的时候生成token就可以了啊, 生成token就行了, 那怎么生成呢, 他是先授权生成的, 那我们现在先把用户先查出来, 我们先把用户查出来, 叫ademy用户, 那么等于user, 我们正常使用的话, 就是user.objects, filter, 是吧, 然后呢, 这里面呢, 有一个叫user name, 等于什么, 我们等于ademy, 对吧, 逗号, 我们的password, 等于什么, 这个ademy123, 这是我的用户密码吧, 然后我来看看这个用户呢, 这个user name在不在, 哎, 这个里面呢, 我看看, 这个模型, 这个里面不对, 它是一个query set, 对吧, 所以刚才这个ademy应该等于谁啊, ademy的用户应该等于谁啊, 等于ademy.forst, 对吧, 你得把这个, 你得把这个查出来, 查出来之后我们, 咦, 这里面, OK, 然后我们看一下user.name, 叫user name, 是吧, user name我们来看看, 哎, 怎么没有出来呢, 我们重新再查一下, 重新再查一下ademy啊, 重新查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这个用户啊, 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个用户, 叫exists是吧, 好, forst不存在, 那我的是不是写错了, 我看看, ademy, 这个user, user怎么没有呢, 我看看这个ademy里面有谁, 哦, 是吧, 哦, 是个空的, 是不是个空的, 哎, 这个用户是个空的, 哎, 他不至于是个空的呀, 我看看啊, 呃, 当前这个用户是空的, 当前这个用户是空的, 是空的话, 呃, 啊, 那那我们现在应该是这样去查一下, 我看看啊, 他现在用户是空的是吧, 用户是空的话, 我们现在, 就是你当前写用户类的时候, 应该是把它继承过来, 我们当时没继承, 那我们重新再导一个, 应该是, 将狗超级用户, 超级用户在哪里呢, 在also的model里面, 我们有一个, 还有一个, obstract user, 我们看看obstract user, 呃, 我们看obstract user里面, 我看看能不能通过他来去查一下, 好, 这里面呢, 我们, 我们看一下, 哦, 我看他里面有没有, 他里面好像是, 他是一个抽象的用户是吧, 他是一个抽象用户, 哎呀, 用户表里面为啥没有呢, 我们用户表里面, 啊, 啊, 对, 密码是错的, 对吧, 咱的密码是加密的, 对吧, 这个密码是加密的, 这个密码, 对, 这个密码是加密的啊, 我们来看看, 嗯, idmedia.exists, 这里面是存在的,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要进行, 我们要拿到, 拿到这个什么, 他的forst, 但是我们要是不是要进验证的是吧, 你在进行验证的啊, 验证是, 是不是切颗password的是吧, 切颗password, 我们把这个导进来, 切颗password是哪个包下的, 是jango点, 呃, 我们的contribble点, also点, 有一个hashiles, hashiles, 里面是不是有个切颗password, 是吧, 然后把它加进来, 我们看看啊, 你, 你现在拿到第一个用户, 我们就是叫login的user, 我们可以等于enemy.forst, 我拿到第一个用户, 然后我们来check一下他, 叫loginuser.是吧, 呃, 他的用户名, 我们现在直接这样的, checkpassword, 然后呢, loginuser. 呃, 应该是先写你的用密码, 名文是吧, 名文是enemy123, 然后逗号, 我们是loginuser.password, 啊, password, 然后我们看看啊, 他能验证通过不, 是不是通过了, 这个密码是对的是吧, 对, 这个刚才忘了, 他的密码是什么, 他的密码是, 对, 是加密的啊, 是加密的, 所以我们要去做登录验证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这么去做验证, 是吧, 去确定你当成用户名和密码是对的, 然后你可以登录, 是吧, 登录完以后拿到的用户是不是有了, 有了之后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去用token.objects, 这个token是不是他生成token啊, 和你用户进行绑定生成的token, 是吧, 我们接下来就是干什么, create创建,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用户等于谁啊, 等于我们的loginuser, 是吧, 然后我们就把它创建出来就可以了, 创建出来之后你可以看一下, 他拿到的token信息是不是就有了, 这是我们把这个什么, 把他这个把token给他创建出来啊, 创建出来, 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啊, 接下来你就按照他的这个步骤往下走就完了嘛, 对吧, 是吧, 你往上走完了以后,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受传的token这个信息有了以后, 我们这个里面啊, 在你自己写业务的时候, 你稍微注意一下啊, 我们如果你想在ATP当中啊, 去写其他的关键参数的话, 你只需要重新写这个token的authentication这个类就可以了, 然后你可以在他, 在他里面设置叫kingward的这个类的变量, 啊, 这是他自己的, 你要写相应的头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给他加上去, 那么如果认证成功的话呢, 他会提供以下信息, 什么信息啊, 就是你认证通过的信息的时候啊, 那token里面会包含request user和authent, 这两个信息, 他是提供的, 然后他是提供的, 所以呢, 我们在去做认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通过token去查询, 拿到他的结果, 然后放到你的这个业务里面, 这个里面呢, 其实还是我们的token的这种方案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去打一个什么呀, 我们直接去, 哎, 这个服务器是不是关了是吧, 我们打开啊, 打开服务器, 这个今天我们把这个, 这个他的方案呢, 简单说一下, 我们下周写项目呢, 我们可能要用到他,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现在身份是不是没有确认啊, 我们是不是要登录一下是吧, idme啊, idme,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idme123, 然后登录一下, 但登录以后呢, 我们现在再去干啥呀, 再去看他的结果, 我们, 哎, 这个登录用户, 哎, 没有登录成功是吧, idme, idme123, 我们看看啊, 他的token已经生成了是吧, 他token是不是已经生成了, token已经生成了, 生成了, 我们这里面呢, 应该把这个token给他干啥呀, 是不是得删掉是吧, 啊, 要删掉, 那你删掉的话怎么删, 这个token删掉的话怎么删, 我们是不是拿到你现在的token的, 你现在token的信息里面有哪些信息啊, 有pk是吧, 我们现在找一个token, 点这个objects, 点delete, 我们应该叫什么呀, get是吧, getpk等于谁啊, 等于你这个token, 是不是他呀, 然后呢, 我们干什么呢, 删除他, 删除他, 走一下, 是不是删掉了, 删掉了啊, 删掉之后我们现在再来去, 我们干什么, 去走一个, 然后idme, 然后idme123, 然后我们登录一下他, 在这里面怎么还是登录不上呢, 这一块我们给他也绑定了一个, 他也不行是吧, 绑定了也不行啊, 其实我们正常应该是创建的, 给他创建这个用户的token啊, 我们来给他创建一下, 创建完之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四点半了是吧,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他告诉你, 他告诉你现在是什么呢, 他用了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的话你们现在可能没有, 叫curl, 你在那个get base里面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命令, get base里面看有没有这个命令, curl有没有这个命令, 然后他做一件啥事情呢, 就是请求你的接口, 然后盖的请求, 然后加一个请求头, 这个请求头里面是什么呀, 是我拿到的那个token啊, 拿到那个token信息, 就你请求头里面有个什么呀, 有个token信息,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啊, 登录的接口里面要做什么事情, 登录的接口里面我们, 当登录成功以后我们拿token去创建一个, 或者这个什么, 增加一个, 我们就要创建一个啊, 创建一个token信息, token信息创建完之后, 你要把这个token信息呢, 响应给谁啊, 响应给你的前端, 是这个是吧, 给你的前端以后, 那么我们前端在发起请求的时候, 应该在你的请求头里面, 把这个头信息加进来, 这个头的名称是这个, 冒号后面跟的是token, 你当时登录的时候拿到的那个token信息, 是这个是吧, 是这个是吧, 拿到token信息, 完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现在要拿到这个token信息才可以的啊, 这里面它有认证的, 所以你这块啊, 你这块你一定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生成token的话, 它里面也有很多种方式是吧, 有发信号的方式来去生成都可以, 我们现在把这个呢简单的, 我给它赶快写一下, 这个在这块好像它不行, 是不是啊, 你得你得给它干啥, 我们现在这样写啊, 把它复制一下, 我现在在前端写一个接口, 我这里面是不是有个主页是吧, 我这个主页的话呢, 我给它配一个主路由, 我给它配个主路由, 放在这个pass的, 呃, 这个路径下面, 这个是空的啊, 这是空的, 然后我们现在加一个什么呢, 这个我就在这里面写一下吧, 是吧, 这里面到toindex, 然后我们的request冒号, 然后我们返回的是渲染的rander, rander, irander, 在括号里面把这个给它导进来, 导进来里面有个request,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index.itml, 对吧, 我现在渲染一下它, 然后到你的主页去, 到你的主页去啊, 我现在把它加进来, 加进来以后呢, 现在我们来看看啊, 你现在我要到你的主页去的话怎么做, 然后localhost8000, 这里面是不是有个阿加克斯请求是吧, 我现在是不是给你的用户加了一个token了是吧, 是这个意思吧, 那我现在就看一下, 我发起请求的时候, 我能不能这个里面不叫登录了, 我们叫阿加克斯这个请求吧, 是吧, 登录是登录了, 这里面我们先不做登录了, 好吧, 我们做这个叫, 我们叫get吧, 叫get请求, get的请求,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看, 做get的请求的话呢, 这个里面呢, 改一下, 我们现在是不是废弃, 废弃的话, 我们的路径是什么, 是这个叫user下面的api是吧, 它现在不是没有权限吗, 你现在不是没有权限吗, 对不对, 我现在, 我现在给你加个权限了, 我现在加什么呢, 我现在加一个, 这个里面有一个参数没有, 我们加一个handers, 是不是啊, handers里面是不是里面有很多的参数啊, 其中有一个参数, 它要求你的验证的类型是什么东西啊, 把它打开, 它是这个叫, 叫authorization是吧, authorization, 那我们把这个authorization给它干啥, 加到这个里面去,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它里面的内容叫token, 我们刚才是不是生成了一个token的值啊, 把它这个token值干啥, 你就是你, 你应该有个登录, 但是我的登录是不是没有做是吧, 我就把生成的这个token值啊, 放在我的这个请求头里面去, 也就是在这一块, 在这一块, 这是我们登录以后生成的token, 这个里面应该是做登录去做的啊, 这个这个步骤, 回头我们下周再, 再好好的整体的去讲一下, 前端的啊, 关于这个前端的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现在是不是把这个token加进来了, 路径是不是加进来了, 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干啥啊, 是不是叫Zen了, 是不是啊, Zen里面有个response, 然后我们接收的是response.json嘛, 然后呢再一个Zen是吧, 然后这里面是不是就是date了, 然后date里面是什么东西, 那就是一大串数据了, 是吧, 我们用console, 用console, 我来打印一下, 我现在就打印一下它, 如果如果你的数据, 如果你的数据是有有错误的, 那么我们就干啥啊, 那就说明你这个验证码不对, 是吧, 这个token不对,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 呃, 我们打开这个页面, 然后走一个, 然后把这个控制台打开, 然后控制台打开, 然后打开这个控制台, 点一下请求, 来这里面呢, 我们扫了一个什么东西, 呃, 这里面,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我刚才接口是不是哪一块, 这个少了, 少了一些, 给他写全吧, 是吧, 他其实应该叫response, 然后走一下, 然后请求一下他, 你看请求到了没, 请求到了吧, 这就说明我们的这个token是不是有效的, 哎, token是有效的啊, token是有效的, 这里面其实也就说白了, 我们现在要干啥, 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这个生成token的一个方案是吧, 一个认证的一个方案, 他给我们生成了一个token认证方案, 然后我们就, 你自己写个接口, 登录, 然后你把用户名和密码写进去, 然后把那个用户查出来, 查出来之后, 我们给用户绑定一个token, 生成一个token, 把生成的token给他返回给前端, 前端在发起另外请求的时候, 把那个token加到请求头里面, 他这就可以了, 明白是吧, 这是我们的API请求的一个工作模式啊, 一个工作模式, 行了, 我就先讲那么多, 然后, 呃, 在这里面呢, 你需要自己去啊, 去写一个的话怎么写, 是吧, 这里面东西多了啊, 你要自己写一个的话, 你就可以把参考这个, 这个什么, 我们的token authentication去写它, 你也可以什么, 你可以完全参考它去写啊, 完全参考它去写, 当然这里面呢, 我们还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这个时间的话, 你可以不要它, 对吧, 这里面时间的话, 没有没有必要去要它, 然后这个sension呢, 在这里面我们也不需要它, 我们继承的是谁啊, 我们在这里面你可以继承的是 based authentication, 就是你可以自己定义一个, 可以定义一个, 就是我们可以去验证它, 你当前的请求头里面有没有这个信息, 如果有这个信息就OK, 如果没有这个信息, 我们就失败它, 其实我们这个授权认证, 这个授权认证实际上, 我们验证你的请求头里面, 有没有那个什么authorization的那个参数, 所以是吧, 然后那里面是不是有个token的, 后面加空格, 后面加个token值是吧, 按照这种格式, 我去验证你, 验证你有, 那就是放过去, 那么你就可以请求了, 如果没有验证成功, 那我就失败了, 这里面实际上就是它做这个事情, 好,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token类, 这个类是哪个类啊, 是不是这个, 我们的rest framework的authent token的modus里面有一个东西啊, 你要把这个记下来, 对吧, 这个你得记下来, 然后呢, 你要自己写的话呢, 你可以记成谁啊, 你可以记成我们的authentication, 这个authentication当中里面有一个那个, 就是那个什么, 那个token的authentication那个类, 好, 这里面呢, 你看我们刚才pay的时候, 直接加的时候加到哪里去的, 在view里面, 是吧, 把这个类给它加进去的啊, 你自己可以看一下, 这个类的, 这个类你得给它记下来, 是吧, 一个是权限的, 还有一个是谁的, 还有一个在这一块呢, 我把这个给它加到哪里去, 加到这个下面来, 是吧, 加到下面来, 你看你把这个几个类给它稍微记下来, 如果说我们自己要实现token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 我们可以用uid来生成吧, 给它返回, 是不是也行啊, 也可以的啊, 也可以的, 好了, 这个我就先讲这么多吧, 你们稍微休息会, 我把这个,